我这辈子的故事能写成一本书 命运跌宕起伏 只可惜我文化浅 好多时候心里知道 写不出来 我家兄妹四个 我排行老三 上面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下面一个弟弟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家很少有欢声笑语的时候 哪怕是过年 我父亲似的身材奇长 面目轻瘦的人 话很少 一年到头眉头紧锁 总是咳嗽 有时候我半夜睡醒了 还能听到父亲常常的叹息声 我母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 不识字 跟父亲之间要么就没话说 要么一开口就吵架 我那时候少不公事 经常看他们俩吵着吵着 父亲就竭力压低的嗓门 弄牧原邓朝母亲吼道 你把我磨死了 你这清静了 就随你愿了 每次这时候 母亲就了起一惊擦眼泪 嘴里说着 我要不是舍不得 这两个小的够不上饭吗 我就死了让你 每次父母一个不浪一个的时候 姐姐就可怜巴巴地看了两人 小声嘀咕道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接着 父亲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咳嗽 苍白的脸憋得通红 好像要把五脏六腑咳出来 我听得都难受 老话讲 不是冤家不拘头 估计我父母上辈子就是冤家吧 在我十二岁的那年冬天 我记得是腊月念四 常年抱恙在身的父亲去世了 想年四十三岁 那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别人家忙得加工豆腐 买葱花对联被碾货 我家老少哭声一片 因为父亲这边人丁单薄 就他割一个 后来还是两个姑回来 在父亲的几个唐生弟的帮助下 草草地把父亲下葬了 三天完烟的时候 母亲流着泪 想在家里找点父亲生前用过的东西 拿到父亲坟头去烧 可家贫如洗 父亲的几身衣服肯定守不得烧 还得留着得搁个穿呢 挑来挑去 一件也守不得 突然 母亲某人间似乎想起来什么 她猫着腰从床下面 拖出来一只麻袋里 几台绳子哗啦一下倒出来 地上全是书 因为床底下潮湿的缘故 有的书都尚没了 母亲边捡边说 都是这些东西害了她 也连累了我们一家老小 全烧了陪她去 此时 勾得一脸茫然地站在旁边没动 像木头装似的 姐姐弯下腰 不断地挑选着 小声说道 留点下来吧 有些东西书定往后有用 姐姐边说边整理着 我也凑到旁边 把姐姐落好的几本断面的小本子 悄悄地抱到姐姐房间里 殊不知几年后 姐姐留下来的这几样东西 改变了我的命运 父亲去世后 家里争吵声是没有了 但母亲好长时间 我看见她背着我们几个 偷偷地流泪 没了当家的男人 母亲还是心里没底 父亲去世的那年 哥德19岁 姐姐16岁 我12岁 弟弟才8岁 试想 一个妇女带着四个儿女 日子肯定不好过 好在那时候 哥德姐姐已经参加生产队劳动了 只有我和弟弟吃闲饭 后来我从姐姐陆陆续续的叙述中了解到 父亲早年 在城里一个巨堂工作 好像是团里的笔胆子 后来遭遇文化风波 成为右派 就前早回乡 参加劳动改造 一辈子没中过地的人 猛然间遭受这些待遇 人一下子就颓废了 而且还遭到不在一个水亭线上的母亲 动不动抱怨 所以注定家无宁日 就这样 那些年父母他们相互折磨 直至父亲撒手人寰 我们家虽然有母亲和哥德姐姐三的劳动力 但也只够填饱肚子 每年生产队分红时 除了一大堆白纸条 也就能分得几块几脚钱 连正常的开支都很难维持 每次望那齐杆高的大儿子 转眼已经二十出头了 母亲一筹莫展 说儿育女 不就是想开支赛业吗 但这么穷 哪个姑娘愿意嫁到咱家呢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有一天我姨妈来了 她对我母亲出主意 姨妈说 正好我姐跟我哥只相差三岁 找个合适的人家 换亲 母亲一听 眼里瞬间闪烁着光芒 随即又暗淡下来 只听母亲叹口气说 换亲哪有几家是好的 大部分委屈闺女了 欲晚我姐姐长得玲珑剔透 万一找得人家不好 那不就等于把丫头扔到水里了吗 姨妈嫌灭了我母亲一眼 不满地说道 现如今哪能顾及到许多 只能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嘛 换亲谁也不嫌弃谁 又能省钱 我只不过就这么一说 你自己看得办 那天感觉姨妈爱恋生气 跟我母亲不滑而散 但没过两三天 母亲拿了一袋子晒单的 萝卜干和拾来了鸡蛋 去找姨妈妈 估计是想通了 想让姨妈帮那给哥的姐姐 雾色合途的帽子 很快 姨妈那边传来信说 她的邻村有一户人家 也想换亲 她准备托人去说说看 两家人见了面 不等姨妈那边落实好 母亲先得我姐姐打了预防针 把姨妈说的意思 大概转达了一下 结果 我姐一听大哭 边哭边说 换亲呢 有什么好人啊 穷都不怕 我就怕有残疾 或者啥巴基的 那日子待怎么过呀 母亲一听 也陪着掉眼泪 随后安慰道 我心里有数 如果太不像样了 咱就不说 反正你哥也才24岁 慢慢找吧 姐姐听母亲这么一说 总算止住了哭声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我发现母亲一边忙得做晚饭 一边招呼我帮着 把几个玻璃杯 用井水涮涮 还特意预备好一小包花茶 我预感到 那天晚上肯定有事 树林灯哥的姐姐婚事有关 当我小心翼翼问的时候 母亲说姨妈晚上要来 我知道自己猜对了 哥那看上去心情不错 但姐姐一直低头不语 估计是害怕 对方人长得不咋样 是秃子还是瘸子都不一定 暮色似合 姨妈里那三四的人来了 我偷偷地站在院子角落 端向每个人走入姿势 不过还好 没有异常的 等众人坐定后 我又溜进屋子里 借着昏暗的灯光 打亮着每一个人 只见有一个跟姨妈岁数 差不多大的妇女 还有一男一女俩的年轻人 不用问 肯定是来相亲的兄妹 或者姐弟 只见男青年个头挺高 就是皮肤黑 有点褒雅 说话很拘谨 如果细听起来 有点磕巴 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缘故 那个姑娘长得小晶晶的 扎两条旗尖的辫子 一直低着头 看自己的脚尖 一言不发 我哥看上去是最淡定的 不断地给几个人添茶水 一副男主人的派头 还熟识脱口表演的那女孩 我姐撅着嘴 坐在小板凳上的鞋底 她抽现的声响 如黑暗中哭泣的小猫 沉浸在忧伤的世界里 几个人东扯西拉 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然后就起身告辞了 母亲和我哥送到门口 姐姐躲进屋子里 再也没出来 很显然 她对那个小伙子不满意 连我看的都不满意 觉得那人配不上我姐 写到这 大家也许能猜出 这次谈话的结果了 是的 虽然我姐不情愿 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我姐这辈子 对我们这一家功劳很大 她一直任辱负重 替母亲和我们台游解难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对姐姐的感情最深 真的长姐如母 因为是换亲 所以两家人都省去了许多程序 母亲给搁到的房间 稍微粉刷了一遍 添置了新的被褥枕头 还有一个新刷器的柜子 对于姐姐的嫁妆 母亲费了一番心思 不带有两重花棉被 还有几件衣料 一只原木菇的马桶 我们那称作子孙桶 这是出嫁你娘家 陪嫁必备的 母亲用桃红色染料 染了一大棚花生 年子 外加一条方片膏 一并放进子孙桶里 我当时好奇心特别重 不停地问母亲 这些都是什么寓意 一开始 母亲还跟我耐心讲解 可我打铺杀 顾问到底的傻劲 把母亲问反了 她冲了我一顿 姐姐那天换了一身 合体的挂裤 估计也是 她长得那么大 第一次从里到外 都是新的 但她忧郁的面旁 看不出新婚的喜悦 让人看得心生怜悯 颠炮响起的时候 姐姐没有流泪 因为在前一天 母亲领着我们 几个上父亲坟的时候 姐姐扑在父亲坟头 哭得单长寸短 估计是那天 把泪哭干了 倒是母亲 拉着姐姐的手 哭得眼都睁不开 可最终 还是眼睁睁地 望着姐姐落寞的背影迷去 直至消失在村口 姐姐走了 扫的红利来了 我们还是五口之家 但撮里人被弟弟 替我姐惋惜 觉得她吃亏了 因为嫂子 红利娘那弟兄三个 我姐夫是老大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没结婚呢 好在姐夫是个 哈后老实的人 婚后也知道心疼我姐 后来看到姐姐 每次回来 不是那么苦大抽身的 我也跟她松一口气 转眼到第二年 我大侄子小娟出生 节月后 拜生以小兰出生 哥姐她们 都有了幸福的三口之家 嫂子红利人也挺贤惠 自打架进门 还没跟我哥 和我母亲发生过矛盾 我们也一直没分家 也就是那几年 我才觉得像得家的样子 虽然不富裕 但总算听到欢声笑语了 母亲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看来 姐姐替哥哥换亲 这条路是对的 当年父亲在世的时候 我就触血了 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去不了生产队干活 我就在家放鹅放鸭 打猪草 食柴火 总之没有吃闲饭 后来姐姐出嫁了 我也正式成为生产队社员 开始挣公分 在我叙岁18岁那年 有天从地里收工回来 发现家里来了客人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是村支书领过来的 只见他和母亲说着话 还谈到准备材料之类的话 我有点似动非动 等他们走后 我问母亲那人是谁 来我家干什么 母亲叹了口气 轻轻地说 你爸去团的 来了解情况 那一刻我知道 肯定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果然 很快消息来了 我爸落实政策了 虽然人不在了 但可以让其中一名子女顶替 给安排工作 母亲把姐爷两口子 也着急过来了 一大家人坐在一起商量 姐一想都没想 但母亲说 只有欲穷是合适人选 让她去吧 听姐姐说这话的时候 我心脏砰砰乱跳 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其实母亲心里 早就合计着 让我去顶替 但这话 如果从她嘴里说出来 她嫂子心里不悦 虽然我哥结婚了 介于姐姐双重身份 再说 姐姐为人也好 姑嫂关系 公仆关系处理的得当 两边说话都有分量 所以 只得记姐姐之口 书出来最好 因为当年父亲的一些 书籍和材料都保留着 还有剧团老同事出事的证明 我顺利地办好手续 只可惜 我文化程度太低 很多工作胜任不了 结果被安排进了 镇上的供销社系统 但等我去报道时 又被告知镇供销社人脉 要下派到一个 自然村供销社上班 其实说到底 还是没有后台关系 不过我很懒足 也不挑剔 打让咱蛋傻 咱就干傻 第二天 我就扛那行李 去一个叫 鼠工村供销社上班了 这个供销社除了我 还有两个三十多岁的 老大姐上班 主要就是卖油盐酱醋 和其他生活日用品 老话讲 一人为私 二人为公 自打我来了以后 两个大姐轻松许多了 因为他们一个是本村的 运一个是邻村的 两人商量好 谁家有事可以回去 因为我离家远 全年后的班 这样还是两个人 我当然不怕时间长 也乐意全天班 因为商品品种多 价格我得费脑子计 我为了尽快上手 等到好记性布 烂笔头的人则 我把很多价钱 记在一个练习簿上 等晚上一个人 躺在床上时 再背诵 因为我勤奋 又懂得取巧 所以深得两得 大姐的喜爱 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 好像是七块多钱 等来十七八岁的姑娘 也好美 所以拿到工资后 我没直接回家 而是跑到街上理发店 把头发烫了一下 等来我长得也不难看 加上不再风吹日晒 皮肤更白皙了 新烫的发型 虽然被弟弟嘲笑说是 激我头 但我自己照镜子 觉得挺漂亮 那些年代 乡镇烫发的人很少 走在大街上 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但我就有这些勇气 老实说 还是有点飘 觉得自己是工人 而不是泥腿子 在我熟悉业务后 两个大姐更放飞了 今天她嫁这个事 明天她嫁那个事 动不动把我一个人 撂在供销社里 当然 对于货物和货款 他们很放心 我们每天晚上盘瘦一遍 我工作的供销社 在曙光大队部的 西边一排瓦房内 右手边是卫生院 左手是胎水房 白天人不多 只有晚上广场上 不是放木天电影 就是宣传的演节目 所以渐渐地 周边几个村就传开了 说供销社新调来一个小丫头 还烫着发 大大的眼睛 像电影里的女特务 这些都是 听供销社两个大姐来说的 她们俩边说边比划 说我把头发一趟 确实有点腰里腰气的 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吧 我树大招疯了 而且我们供销社 跟旁边卫生院 一遇时间点下班 都是晚上七点钟关门 估计是考虑到群众方便吧 所以一到晚上 就有三三两两的小年轻 把头梳得油光水滑 吹月口哨进来了 当然 她们可不是来买东西的 而是来看我的 她们不时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发出咯咯的笑声 不过 只要两个老大姐在这 她们收敛一点 只要看我一位人在站柜台 肯定就过来问这问哪 我本来就是服务群众的 所以只能耐心解答 但有时候她们说话过分了 我也不给她们好脸色看 而这几拨年轻人中 有个个头在1米78左右的小伙子 特别引人注目 听她同伴喊她玉强 玉强引人注目的 不仅仅是她身高 而是她的衣着打扮 她总是穿一件大花图案的衬衣 下面是湖蓝色的喇叭裤 太上去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而她每次往柜台前一站 就有几个年轻人推推嗓嗓 示意我们距离更近一点 就这样玉强每天得上下班都积极 两个大姐在这的时候 她就溜到隔壁卫生室砍大山去 只要看到两个大姐走了 她马上就转过来 问东到西 对此 我一开始不想搭理她 但有时候她话说多了 我就用眼瞪她 有一天她居然让我喊她哥 理由就是她叫玉强 我叫玉琼 是兄妹俩一个辈分 气得我骂道 我姓我的刘 你姓你的臣 咱俩八代不连宗 什么狗屁兄妹俩 虽然把我气得面脸通红 我骂里解气 我就是笨得翻脸去的 大不了跟她干一架 拿出我当年小放牛的气概 不怕她不低头 可谁知道她非但不生气 还乐呵呵地夸我说 我骂人真会骂 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 我真被她气得无语了 干脆不搭理她 但一枪有骨子韧尽 让我怎么说 她就是不气呢 遇到这样的狗皮膏药 我真没办法 甩都甩不掉 有一天趁旁边没人 她自我介绍道 其实你不用瞧不起我 我从小就在市里长大的 从小时到初中 也是在市里读的 我感觉我完全能配得上你 听一枪毫无遮掩的表白 把我气笑了 我白了她一眼 道那是我高攀不起 行吧 谁知道她快速地把话接过来道 那我心丹情愿的 低救你行吧 愿对这样的男人也是没辙 我也偷咬关系调走啊 再说调走的理由 如果这么说 难以启齿啊 老话讲 男怕勾引 你怕磨 后来我确实是被玉强磨够了 加上两个大姐 也不知道得到玉强什么贿赂 总是替玉强说好话 其实如果我不是顶替我爸的职了 按家庭条件 我还真配不上玉强 因为玉强父亲是一个村的大队的书记 两个姑姑都在省城工作 有个叔叔还是部队的军官 只有他们家在老家生活 但确实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这样 我慢慢地接受了玉强 两年后 我们领了结婚证 婚礼举行得很浓重 婚后 玉强在她姑姑们的赞助下 买了一辆小面包车跑客运 那也是当地第一架私家车 那几年效益非常好 挣了不少钱 玉强尊重我 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在我弟弟日后结婚 盖房时 他都伸出援手 这在很大程度上 帮我们家渡过了难关 受之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 为了带动我哥和我弟 他们共同致富 玉强让他们买车跑运输 钱不过他找人贷款 姐夫不适合开车 但做饭是一把好手 于是玉强 就让他和姐姐去镇上 踪得脸房奈早点 只是后来开饭店 都是玉强忙前忙后办执照 不厌其烦 这才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而我幸亏嫁给了玉强 因为后来单位解体了 我成了下岗工人 玉强知道后不但不讽刺挖苦我 反而夸张地说 回来正好啊 我们运输公司的董事长位子 给你留着呢 就这样 下岗后的我正是回归家庭 向父教子 我和玉强只有一个儿子 因为我是城镇户口 当年也算是正事工 不敢违反计划生意政策 无尽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 跟儿媳在上海工作 孙子多读小学四年级了 我母亲是86岁那年去世的 走得很安详 她生前常说 我们兄弟姐妹们 都是跟我和玉强沾光了 才有如今的幸福生活 而我笑着对母亲说 我是托我爸的福 如果不让我顶替 我也没机会对玉强认识 玉强文听 埋眼宠溺地望着我 说 我就是沾你的光 因为你是个忘夫的女人